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导演的纯熟调度 十二个演员通过简单的换装和有辨识度的表演 每个人几乎塑造了至少七八个角色 例如下面这段表演中 他们最开始是闲谈的居民 身份转换变成了空管调度工作人员 最后又变成了飞机上的旅客 由于一场灾难 在只有九千名居民的纽芬兰小镇 如何安置并安抚这些惶恐焦虑的乘客 成了小镇居民全力以赴迎接的挑战 原本还在罢工的校车工会也发起了投票 决定暂停罢工 在飞机上待了二十八个小时之后呢 旅客们终于坐上了大巴 车窗外是漆黑的夜色和寂静的山林 在衣食住行得到解决之后呢 滞留旅客们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了灾难的情况 进百步电话和电脑的迅速安装 让他们得以和远望的亲人联络 互到平安 渐渐的旅客们开始融入了甘德小镇本地文化 在短暂的几天里边 他们都成了温蓝人 你就不是要結决 这部剧的编剧和词曲作者是一对加拿大的夫妇 他们来到故事的真实发生地干德 在911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 对于居民和当地的旅客进行了大量的采访 剧中的主要角色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 角色的名字也基本都运用了原来的人物的名字 剧中的很多桥段也都是干德小镇的真实呈现 比如说亲吻雪鱼的仪式和充满浓郁苏格兰风格的曲风 在911事件的第15个周年纪念时 剧作人员再次回到这里和故事的居民 以及返回这里参加周年纪念的旅客们一起庆祝那段难忘的记忆 在这部剧的结尾呢 滞留的旅客们以不同的方式铭记和传递着当年自己感受到的那份温暖 当年他们离开时呢小镇的反馈信箱里边塞满了来自全世界的各个货币 如今干德奖月间已经成立 他已数年间旅客们的捐款呢规模已经达到了100万美金 曾经那个漆黑夜色里的陌生小镇如今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个家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爱勇敢大学之心 我们下一期再见 歌曲小镇